大家好 今天咱们就留下叶极花 盆栽叶极花很多人都养有 它放在阳台或者是庭院的地方公关上 今天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叶极花冒出花苞了 不过就发现这个盘土出现板结了 出现板结又不想换盘 换盘的话又怕它出现一个不生长 花朵为年导福 那用什么方法好呢 能够让它盘土疏松透气的呢 直接用到一水加饮料浇灌两次就可以起到疏松透气的效果了 可以用到一种水 就是这种AM粘润了 这种AM粘润里面所含的氨基酸蛋白质成分 有机器成分是特别的多的 鲁酸菌 橡木菌 放射菌 这种营养液它是一种通用型的营养液 特别适合这种水酸性叶极花 使用是比较好的 使用的同时可以在里面添加饮料 添加饮料就是养分 养分最好是风干腐所好的粗纤维养分 是比较好的 这样就可以大大的提升这个盘土的输松度了 使用方法也是特别的简单的 首先放到半瓶盖 对水的话大概就是一斤清水就可以了 一斤清水对上半瓶盖这种AM粘润 然后就是这种粗纤维养分 这种粗纤维养分可以调节土壤的纤维素 对土壤不绑节不烧根 肥色要高释放养分是特别的慢的 只要这两种混合在一起使用浇灌了 就可以形成一些有机酸 即但形成有机酸它就能够让根系吸收 然后也对土壤做到一个蓬松的效果的 这样就可以大大的提升开放的时间了 也可以增加叶片的油绿度光合作用的 放的量可以用到一手抓就可以了 搅拌均匀 最好是给它沉淀半个小时以上 再给它浇灌是比较合适的 这样就能够充分的分解有机酸 一旦分解有机酸就可以形成比较多的 这样的话就能够让它土壤做到一个疏松的效果了 如果家里的叶剧盘盘多一旦绑起来 就是使用这两种液剧混合浇灌进去就可以了 使用两次就起见效了 好了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这个方法对大家有帮助 好了下个视频再见